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院大法官干了一件 叫什么巴雷特 干了一件惊人的故事 惊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本身跟 德州的南部边界有关 德州南部边界呢 拜登呢 德州州长阻止 拜登的开放边界的政策 所以德州就在 他的边界之处呢 放那种铁丝网 带钢刺的铁丝网 然后来拜登政府呢 大概跟他有过节 不干 就说你这样不人道 这样的话就告 这个案子就告 这告的本身 另外还有 另外的案子呢 里面再牵扯到 就是说 边界到底怎么处理 所以它是一个案子 套着一个案子 中间现在这个案子的本身呢 就是能不能在边界放 这个带刺的这个 这个铁丝网 这是一个案子 生出来的 就是主要的案子 生出来的一个小案子 就像拿出一个memo 拿出了一个动议 就是这么个东西 结果这个东西呢 就被拜登 因为拜登政府 采取的方式就是拖 让他宣传为决 那作为这个德州呢 德州的这个州长也是 就是反正我利用你上诉期间 我就尽可能保护我的边界 冲突就基本上 就这么个冲突 然后在这个案子 套案子的小案子上 大家就打官司 一直打到第十一巡回法庭 第十一巡回法庭的判决 本来是 是站在了德州一边 然后呢 大概司法部就把他给打到最高法院了 那结果最高法院呢 本来都以为呢 6比3吧 保守派是6 这个保守派是6 这个自由派是3 所以应该是向着德州的 因为德州是红色州嘛 他的政策方式是肯定是那样 结果没想到 昨天一接板 输了 拜登赢了 这个德州输了 是班雷特呢 跟最高 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都投票 赞扬了拜登 就是支持拜登的做法 也就是支持拜登的国土安全部的做法 然后呢 反对了德州的做法 那他就变成了授予 联邦政府的这个 这个联邦政府的 他叫什么 武装人员 或者agent 就像FBI CIA这样的人 他们有权拆除 在德州边界的所有这些带刺的铁丝网 所以这个故事就完全变得不一样了 那在细读之下呢 发觉呢 是巴雷特 就是他 却跟罗伯茨一起 站在了自由派一边 一下网上就炸了锅了 所以这个东西 在我眼睛里就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你要知道川普对最高法院 在总统豁免权的问题上 川普就持疑惑态度 对不对 他就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而2020年的选举当中呢 最后一个上去的就是巴雷特 他在10月份上去 所以当时对他都抱巨大期待 他是这个天主教徒 家里养了很多孩子 有着非常保守派的说法 结果我们在节目中 在当天晚上川普 在宣布他就职的典礼上 他讲话中说过那么一句话 他说他在执行法律的问题上 要超过 有可能超过他的信仰 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评价 我说这个话下了 这个话下在哪了 法律 美国的宪法是低于信仰 低于圣经的 那如果一个执法 一个法官在判决的时候 要超过他的信仰的话 那是自由派 不是保守派 那是不择手段 尊重法律的一切 尊重法律的过程中 甚至背离对神的敬仰 这是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我说这话说的下了 这个麻烦了 那结果今天这个 那在2020年选举中呢 很多这些法官没有 没有去做出那种 他们都都尽可能的回避 但这一次他就不是了 这次一个很明确的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 对不对 保护一个国家 在主要的案子 没有定论的背景之下 你要允许这个国家如何如何 要保护自己吗 因为这是争持的过程中 你怎么能开放边界呢 他开放了边界 所以一下就炸了窝了 那在我眼睛里呢 应该讲 川普看到这故事呢 就会更加的 感到更加的憾心 因为这是一个绝对的 绝对的不是一个好兆头 绝不是好兆头 但他就做出这样的裁决 剩下五个大法官 五个保守派大法官 四个保守派大法官 全都反对 所以五比四 出现这个结果 卡尔松呢 随即就发表了 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推文 说所有这些掌权的国家 所有掌权的机构 包括金融的 包括行政的 他说那我从来没有想过 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 愿意以这种方式 去摧毁美国 这卡尔松 昨天他很少额外发帖子 他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 他说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实在不能接受 他说德州的男人们在哪里 拿起你们的枪 去包围你们的家园 我相信都是他的愤怒 因为法律是法律的 所以这是巴雷特呢 给所有保守派的人 我以为包括川普 泼了一盆冷水 罗伯茨 罗伯特本身是个自由派的 保守派人 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这是一个川普选定的人 所以他的冷漠也好 他的背书也好 这就是今天 我当时看过之后 哎呦 我这回可吓了 这回可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川普的担忧 是极其有道理的 在有关总统豁免权的问题上 如果真出现这个场面的话 那是非常麻烦 但只是说担忧了 因为人容易被真正的 不同的生命所控制 当背景环境是正的力量的时候 就像川普现在在大选中所面 是正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故事 咱坦白说 你会看到另外完全不同的故事 巴雷特在边界问题上 与站在了拜登一面 受到整个抨击 投票之后遭到了保守派同僚的抨击 5比4批准撤销第五巡回法庭 10月份的禁令 禁令是阻止拜登开放边界 那只是联邦特工拆除 这种就是带有刀刺的这个铁丝网 那本来在最高法院是6比3 保守派占先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罗伯茨跟这个 跟巴雷特却倒向对手 他说这是没有想过的 那巴雷特跟罗伯茨一起 与自由派 站在了 赞同了川普 赞同了拜登 使得在推特上的各保守派的愤怒 骤然而发 是的 一个叫马蒂文 最高法院的两个人站在左翼 允许拆除边界墙 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结果 另外一个人说 那最高法院5比4 裁决拜登政府可以拆除 拆除这个边界墙 任人而来 另外一个人叫保守派的媒体 叫公民自由报 巴雷特刚才竟然赞成拜登 允许边界墙 拆除 允许非法移民 随意进入美国 他是决定性的投票 他是决定性 因为大家对罗伯茨不太抱希望 但他的决定性 他是噩梦的一半 没错 那这种决定性 在2020年当时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 德桑迪斯直接抨击了他 德州试出执行法律跟维护主权 联邦政府无视法律 无视保护我们的边界责任 这是一个颠倒的事件 他没有抨击最高法院 但结果是最高法院 所以我愿意把它称为 这是川普的阴影 这是所有人要看到的阴影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